这是我在阿富汗的总结 总结整个阿富汗之旅 你说值不值得来呢? 我觉得是整个行程中最漂亮的 这是整个行程最不习惯的地方 插了冲锋枪 挂了两个手楼弹 以及一排排的子弹在胸口 还有勾住手铐 我们各个检查站 另外一支机关枪对着我们的车 终于 终于明天便会离开阿富汗 这次 我很少用个终于去形容一个旅程 我通常依然意犹未尽 想留久一点 不过阿富汗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次是带了一个阿富汗20天的团 帮这个Trabola 有五个团友 有一位是13天的 然后有四位是20天的 总共是 头尾是20天 明天便会离开阿富汗 趁着现在记忆犹新 今天是最终于在肯大厦 我就回顾整个旅程 因为我觉得明天会很忙 因为明天要搭飞机 要转机 我送了一些团友之后 我还要留下 继续在巴基斯坦 颇长的旅程 是巴基斯坦的旅程 回顾一下这20天 关于阿富汗最大的特产 不是青金 是阿富汗最主名的特产 最多人关注的三个字 塔利班在上一段影片中 大家回顾了 今天我会多说整个行程 整个行程 一定要多拍一个国家 即巴基斯坦 因为现在全世界 只有三个国家 跟阿富汗有外交的关系 一个就是巴基斯坦 我们去巴基斯坦拿签证 不然你要去中东拿签证 在其他地方拿不到巴基斯坦 拿不到阿富汗的签证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头三晚 在伊斯兰堡渡过 香港也没有直飞伊斯兰堡的飞机 所以我们先飞去Bangkort 然后飞到伊斯兰堡 我们去伊斯兰堡第一个行程 就是拿签证 申请了签证之后 他要我们三天之后去拿 那段时间 就在伊斯兰堡附近走一走 去了塔斯拿 一个佛教的遗迹 一个挺好看的 因为很喜欢建陀罗文化的关系 其实未来我巴基斯坦的 Stay behind the trip 都是focus on建陀罗佛像的文化 塔斯拿之余 去了Rotus Fort 一个印度次大陆最坚固的堡垒 从来没有被人攻破的堡垒 也挺漂亮的 那个堡垒 除此以外 到了第四天 我们最终拿到签证之后 就飞过去 麦渣 麦渣 就是阿富汗的北部门户 你会这样说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走的 就是阿富汗呢 其实我拿个地图出来会好些 大家等我 入不入中 我拿个地图你会看得明些 阿富汗呢 你说 大不大 华小不小 像法国那样大的 所以用两个几星期走 其实时间差不多 去到最主要的地方 今次我们去了 我们入境的地方叫 麦渣 马札 马札 在上面 这里 今次我们的首都在赫布尔 先 赫布尔在这里 首都在这里 赫布尔 然后我们整个旅程 我先讲一次整个旅程 我们是由伊斯兰堡 下面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飞了去马札 飞了去马札之后 马札玩了三晚 然后飞了去赫布尔 赫布尔的首都 然后我们坐巴士去巴美扬 巴美扬是这里 很近 也不是近的 开车也要三四个小时 巴美扬去南湖 巴美扬除了大佛之外 还有很漂亮的南湖 我认为 This is a highlight of Afghanistan 巴美扬和巴美扬大佛 本身都是世界物贩遗产 也是有南湖 南湖很漂亮的 是巴基斯坦第一个国家公园 我觉得是整个行程中最漂亮的 就是巴美扬 然后我们坐车 那里没有机场 我们坐车回到赫布尔 然后再坐飞机 又去另一个城市 叫Harat Harat 就是哪里 就是这里 Harat 就是阿富汗的古都 你当它是西安 就是最早的古都 那里有古堡可以看 很多东西都可以看 在Harat之后 然后再飞回去赫布尔 即首都 因为Between 那些Secondary City 即二线的城市 他们没有接飞 有些好像一个星期 只有一班 未必我们会碰到 所以我们全部的行程 不停回去首都的赫布尔 然后回到赫布尔之后住一晚 赫布尔再飞到赫布尔 赫布尔再飞到赫布尔 赫布尔就是精神首都 和泰里班的总部 泰里班也是在那里崛起的 曾经也是阿富汗的首都 他很短时间 在阿富汗的皇国那里住了首都 后来就搬到赫布尔 也都是第二大城市 赫布尔 赫布尔 一直以为赫布尔 我们赫布尔的联想词 都是炸弹 好像很恐怖 实际上 自己去到 就觉得 at least 在那里三日两天之间 我觉得很安全 和印象相当好 赫布尔就是 他们本身的普什图人 Pushitu 100%的Pushitu人 普什图人就是 泰里班主义的民族 他们自己的民族 占了整个阿富汗40%的人口 在肯大厅是因为 100%的Pushitu的关系 你可以感受到 Pushitu的hospitality 他们是很热情的很重要 因为普什图的精神就是 代下愚亲 好像自己的家人那样 是破坏了我 我对于 泰里班的prototype which I think 都是一个surprise 而且马路很干净 很阔 比首都的赫布尔 赫布尔反而交通很混乱 我们去完肯大厅之后 回到赫布尔 在赫布尔附近 还有一些景点 譬如昨天去了古城 跟着阿兹里 现在又回到赫布尔 明天我们要离开赫布尔 便飞回去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 整个旅程主要是 你可以说是 遇到阿富汗的四大城市 赫布尔 哈拉特 在这里 麦渣在这里 和巴美洋 五个城市 和肯大厅 所以 其实 可否去短一点呢 短一点 精华的话 就一定要去巴美洋 南湖 和阿布尔 这个可能最短的 6日 或者7日 这个最短的 你想多看一些古迹的话 加上哈拉特 哈拉特在这里 这是坐雷陆基的 麦渣 麦渣的蓝色清真寺 是它最大的圣子 这个也好看的 还有麦渣附近 都有些古迹可以看的 那 肯大厅 通常那些人是 last priority 因为肯大厅 本身不是一个旅游城市 你主要去那里感受一下 塔利班的气氛 和普什图羊的气氛 反过来 我们去过巴美洋 就是他另外一个民族 就是受压迫的 另外一个民族 就是哈渣拉 中文叫哈渣拉族 他们是我们的样子 是亚洲样子 他们就是巴美洋 主要的民族 其他那些是混习的 阿富汗没有自己一个民族 好像中华民族 是claim一个民族一样 阿富汗是没有阿富汗族的 他们一定有很清晰的national 他们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 而他们是民族之间 通婚的现象很罕有的 譬如我一个道友是哈渣拉 他就会取回哈渣拉的人 Push To 他们会取回Push To 这些人 他们分得很清楚 所以其实 你说20天是不是长呢 其实怎么说呢 你可以做了一个7天的旅程 我建议大家 如果7天的旅程 就是哈布尔加巴美洋 还有南湖 这个是最短的 如果classical那只 就是14天 或者13天 都是马扎进去 就是由伊斯兰安保飞马扎 马扎 然后玩完之后 就下去哈布尔 然后哈布尔再飞哈拉特 哈拉特再回去哈布尔 然后再坐巴士去巴美洋 那里没有飞机的 这个就是14天 如果你想去全境的话 然后再加上肯大虾 就要切透透明明 就是20天 是的 大致上说了整个地理的环境 不好意思 这里真的很干燥 为什么我一定要喝呢 我这些就是 我原本都没有准备 我在这里买的 这个 黃金菊 羊金菊 然后再加上蜜糖 因为这里是extremely extremely dry dry到什么地步呢 我是头 十天 我鼻子一直微射 血管爆了 一直流鼻血 不是鼻血的 而且这个很骯髒 就是胸气很骯髒 就是你拌出来的 全部都是血 血来的 一个血块来的 喉咙是痛到 晚上睡不到觉 我每晚很辛苦 睡到喉咙 我现在喉咙都是这样 我已经喝了很多蜜糖 喝了两罐蜜糖 这里真是dry得很厉害 就是这个是 整个行程最不习惯的地方 就是 天气太 它的湿度是跟香港那样的相反 是extremely dry的地方 它有高山 空气是很干燥 所以其实 天天都是 你有个心理准备 带多些喉糖 还有 夜喝这些清热的东西 是 因为 他们的饮食 饮食习惯 都是肉为主 因为有没有民族的关系 他们一日三餐 都是肉为主 所以 其实我们的餐厅 是重复得很厉害 一个原因是 因为他们这些地方的 选择不多 你去旁边的餐厅 又是吃这些 又是羊肉 加上牛肉 烧烤的 Kabaka牛肉 最多最多给你一只烧鸡 That's it 去所有餐厅都是一样的 所以无论去到马泽 去到鹤布叶 我们的餐厅 基本上同一间餐厅 四日五日都是去同一间餐厅 后来我就找到一间中餐厅 因为我在机场见到广告 才去了那间中餐厅吃 那 我说了食物 是否习惯 很快就告诉大家 酒店的水准是这样的 是一个鹤布叶的酒店 即是 刚刚正正 其实你的大陆的三星酒店 我想四星也未必去到 一定没有五星 因为他没有游泳 只有一间酒店有游泳 只有一间酒店 他下午2点才开 所以我竟然有早水游不到 那间我已经觉得是最漂亮的 酒店 在狠大虾有一個玫瑰園 收花看到一個泳池這麼多 它沒有國際連鎖店 你一定見不到KFC、Madonna那些 住的酒店的Wi-Fi很弱很弱很弱 它進來之後還很神奇 它封鎖了手機的訊號 所以手機又收不到Wi-Fi收不到 所以我現在都要錄片來做 我只要錄一個WhatsApp 也要錄幾秒鐘才錄到文字的訊息出來 是很慢的,它的Wi-Fi抹得很厲害 這樣的話,還有沒有其他呢? 乙食住行 行那方面,那些車 我們這次安排的旅遊巴 不是旅遊巴 一個麵包車,另一個房車 都OK的,都是日本車 都是Toyota那些車 其中有一段是沒有冷氣 那時候會比較辛苦 除此之外 太利班在這裡會感覺到 好像更安全了 因為他們曾經是放炸彈的人 他們現在自己做了政府之後 這個國家就基本上沒有了炸彈 恐怖襲擊,綁架油 不過我大概一次的時候 我可以說一說中間有一些highlight的東西 我們來了第四天才進入阿富汗 他就馬詐 他全名叫馬詐里斯利夫 他的姓子在那裡 武漢姆德先知的女婿 阿里的姓子在那裡 那個清真寺是最漂亮的 也都是最大的清真寺 歷史很有久 不過女婿進去也很麻煩 因為我們的團友一共闖關 闖了三次才進去 因為他經常不讓女婿進去 那麼太利班是一個人質的社會 基本上似乎當日他的心情 以及他的政策不停地轉 所以就看得很幸運 然後第五天我們去了一個古城 叫巴爾克 古城就是一個很大的城場圍著 其中一個嵌了一個還在這裡 還去騎馬 那個古城是不錯的 因為那個古城挺大的 那是馬詐附近的景點 要開車出去 那麼第六天去了馬詐另外一個景點 就是一個佛教的位子 叫做Samanna 就是貴箱王朝留下的一個佛塔 裡面還有很多佛的洞 不過就保存得比較差一點 裡面的壁畫佛像全部都毀壞了 那麼第七天我們就由馬詐飛回去赫布爾 赫布爾首都 我們第一天去了Shopping 那些團友買得很開心 我也買了這條青金石的項鏈 然後那些粉絲跟我說 原來香港買得很貴 青金石很小顆的青金石 就是二千元港幣 這些在這裡買得很便宜 這裡也說是二十幾元美金 對香港也比香港便宜很多 這個也是在肯大虎買的戒指 我們到了赫布爾去Chicken Street Shopping之後 團友買得很瘋了 買那些寶石那些 第八天赫布爾就開車上去 打橫上去的 向西就去佛教徒最向往的聖地 就是巴美洋 巴美洋當然大佛也不在 不佛祖心中留 看到諸法飛上的話則見如來 看到這些其實都是空上來的 所以他只是摧毀了佛像 那個精神也在 我們都知道 巴美洋大佛曾經震撼了唐真 即是元宗大師的一個很重要的大佛 然後我們第九天 就來到另一個highlight 就是Bankdemeer 即是南湖 南湖真的漂亮得厲害 而且沒有人的 很安靜的一個National Park 也都是阿富汗的一個National Park 那麼多大自然的景觀 南湖也是我覺得 最美麗的一個 超美的南湖 超美的南湖 我之後會出片的 在南湖那些 為甚麼會之後出片 我稍後再介紹給大家聽 巴美洋 然後玩了兩晚 我們就第3天 即是第10天 我們回到黑布爾 然後去了黑布爾 藍色清真寺 他小時候 那個清真寺很多 那 然後我們去了 第15天 就離開了首都 然後去我們最後一個城市 去肯大虎 就是坐對陸機 去肯大虎 去肯大虎 大家都頗憤慨 因為肯大虎的聲譽 一般 有很多 之前報紙報道 很多恐怖的襲擊和炸彈 去到那裡 看到最高層的中央發言人 跟我們 保證安全 很歡迎中國遊客過來 他們很喜歡中國人 肯大虎給我的印象 是驚訝的 很低的 我就想著 令到我的一個地方 結果去到那裡 道路很寬港 很乾淨 黑衣都沒甚麼 其實其他地方 每個市場 包括黑布爾 黑衣是很多的 這個國家是全世界排 GDP per capita 全亞洲最窮的國家 所以其實 無論是同工也多 黑衣也多 令到大家是辛苦的 肯大虎可能是因為 太里班總部的關係 那裡就沒有黑衣了 我們去了肯大虎觀光 市區裡面 去了觀景台 又去了兩個清真寺 上了一個40 step的觀景台 然後 不過最令我開心的是 我們去看那個新的大清真寺的時候 就在那個草地那裡 我就得到一班副實圖 副實 push to push to 男人的熱情的招待 就是你感受到 原來真是有這個push to的精神 或者push to the law push to的 他們有自己的法律 有自己一套的精神 就是說 誰來做客的話 就是自己的家人 就是親人 一定把最好的東西給他 為什麼他要鋪躲 鋪躲 鋪躲 拉登其實都不是阿富汗人 不過 泰利班當時要收藏 因為鋪躲 是泰利班的客人 他誰都不肯交給美國 這個就是push to的精神 他們是對任何客人都要保護 包括 大家看過一套戲 是不是逃出很大客人 那個美軍 當時躲在push to的家庭裡 泰利班都不可以進去搜查他 這個是push to 超過1000年的精神 甚至說客人就是自己的親人 要代客如親 這件事我是感受到的 他們真的很喜歡客人 然後還說要送他的帽子給我 我也不敢接收 在肯大虎 本身景點不是很stunning 我是感受環境更重要 它始終不是一個遊客城市 昨天踏飛機又肯大虎 就回到赫布爾 前天回來 我們昨天去了另一個 首都赫布爾附近的景點 Galitz 這是一個古城 不過這個旅程是相當辛苦的 因為Galitz離開 首都赫布爾 寫是226公里 不過開車開了4個半小時 為何這麼久呢 第一路況是非常差的 全部都要洞的 我不知道是炸彈炸出來 炮彈打出來 還是手工不好 隔十尾就是一個洞 它就不停在這裡 刀刀轉轉 要避開那些洞洞 因為唯一成本人彈起了 然後十步一缸 五步一哨 就有很多check point 全部穿黑色衫 我們不能認得的 那些泰利班 握了衝鋒槍 掛了兩個手榴彈 以及一排排的子彈在胸口 還有勾著手銬 我們各個檢查站 成另外一支機關槍 是對著我們的車的 是很激烈的 睡都睡不到的 而是整個旅程 回來四個多小時 總共八個小時 然後去到那裡 還申請一個permit 最後看股城的時間很短 因為文化報告人 上了我們的車 然後我們去到股城 他就趕著下班 我們拍了兩張照片 他不斷圈我們 結果我們總共在股城 觀光的時間 少於一個小時 我想半個小時會比較鬆 看看孫里塔和股城 已經要用四個小時 回來核布爾 這個旅程是非常辛苦 有個客人在中途上嘔吐 我覺得旅遊質素 在這個市場 就不是太高 因為八個小時的來會時間 最後只有半個小時的觀光 以及大部分時間 篩在那些check point 以及太利班的機關槍下 不停拿護照出來 不停要解釋自己是甚麼人 以及避開那些洞 即馬路上面的坑 昨天是坐得腰痠骨痛 這是辛苦的 去駕這次的一程 然後呢 今天是在赫布爾的最後一天 因為我們明天搭飛機 就回到伊斯蘭堡 赫布爾最後一天 就是我們去看一個佛教的佛教 然後下午回來市區 他就說開車一個小時 我先聽著 因為他昨天跟我說 開車去Galic 是開兩個半小時 結果四個半小時 好 結果呢 下午 我們會回來這個赫布爾 去Berg Street 雀仔雞 然後有些團友去購買 結束了我們整個阿富汗之旅 明天就搭飛機回到伊斯蘭堡 以斯蘭堡轉機 再去Bangkot Bangkot再回香港 我會送一些團友 去到Bangkot 即是伊斯蘭堡 然後我自己會在背後 我自己會在背後 因為我自己對佛教會 很有興趣 我去巴基斯坦會 差不多一個星期 去脈康和巴沙雅 這個就是我在阿富汗的總結 總結成阿富汗之旅 你說值不值得來呢 我覺得是值得來的 第一是安全 現在是沒有了恐怖襲擊 因為那些恐怖分子現在做了王 他們自己做了政府 他try to be civilized 我接觸到這麼多 幾十個塔利班 包括他政府的中央發言人 和當兵那些非常客氣 非常lice 直接是拍攝波頭和我們拍照 然後又說China good 他們拿的槍 也是中國五十六式的部槍 不是機關槍 不是部槍 他try to be civilized 和融入這個社會 現在是 so far 我看到是我們這段時間 是沒有任何的恐怖襲擊 然後 他是一個隱私國家 因為極少遊客 他遊客一年只有五千人 我以為主席是最少的 一年只有五千人 因為他的簽證很難拿 和他有外交關係的國家要少 人們對他印象又不好 國家又窮 加上的股積保護得不太好 所以這個國家是 二十日是有點困難的 如果你喜歡享受美之年 坐商業的人應該都受不了 因為我的團友的平常 都是六十 或是六十 或是六十 年紀最大的人是七十歲 都覺得有點困難 他們有些是季節遊客 去很多國家 都覺得長途車是困難的 不過看到的東西是驚訝的 會開啟你的眼睛 會改變你整個 對於阿Fganistan的鏡頭 所以是一個頗豐富的 put it this way 是一個頗豐富的旅程 I don't say it's very enjoyable 或者是很享受 很充電 絕對不是放電 不是充電 因為你一天坐八個小時的長途巴士 看半個小時的景點 其實是在放電便是在充電 趁著有體力的時候便要來 有這些exotic的國家很少 它是一個一個exotic的國家 我去這麼多 我覺得都是幾二域的國家 包括去年去的敘利亞 之前去的緬甸 或者是北韓 古巴 阿Fganistan都是一位 最多的最多的最多的地方 最多的地方 因為它是國家的政制 即是塔利班的這些古靈精怪的規定 以及它那些check point的恐怖程度 以及它的貧窮狀態 都是one of the kind 即是沒有人可以跟它 compare I think It really opens my eyes 即是 是一個收穫相當豐富的旅程 所以今天就錄了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機會 可以放下自己的成見 或者prototype 安全的話 就可以去的了 趁著自己走燈 還有這個energy 去了解多一下這個世界 用兩隻腳去了解這個世界 不一樣的風景 今天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 我的Facebook每天都有更新 現在我還有三個團會 幫這間公司帶 一個是伊拉克團 一個是五坦 還有一個是沙特阿拉伯的朝聖團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上我的Facebook看 那我這次最開心就是說 James可以帶我 這樣子一路上這樣子 在幾個省城這個地方去看 然後他講解講解得很深入 讓我更加了解這個地方 讓我更加了解這個地方 沒有神 尼采希斯的意思就是說沒有神 神是人類創造出來的 其實就是人類偏出來的 人類創造了神以後 人類創造了神以後 又把神毀滅 為什麼 為什麼 其實就是道理的 那我想問 你家族是對你喜歡的影響 對你的信用是有 你給點餅我吃一下 這一次來阿烏漢旅遊 因為有了相名聲做領隊 讓我們的阿烏漢旅遊 充滿了光輝和快樂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